這個1516中五的UT2 我們MC的第三題 這裡就講到有一粒正電荷在這個位置 接著就有一粒負電荷在這個位置 如果現在將一粒負電荷放在這個位置 請問下面哪一個箭嘴哪一個齒量 最能夠表達電荷釋放那一刻加速度的方向 因為我們要問加速度的方向 加速度的方向其實就是力的方向 加速度是力的方向 首先我們就要想一下這粒負電荷 它經驗到多大力 我們就要個別考慮 負和負之間會互相排斥 負和負之間就會互相排斥 所以找一把間尺 將我們兩個這樣連起來 我們兩個就會互相排斥 這個是第一個排斥力 清不清楚 這個和這個 接著還有另一個正電荷 負之間就會吸引 所以這個就是他們 將他們兩個的中心連起來 之間就會互相吸引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請問這粒電荷會向哪裏移 你會見到它受一個力向這邊拉 所以我們用平衡性原理 平衡性原理 他們的長度畫得不太好 應該畫到這個和這個墊長 所以他們兩個的合力就會向這邊 這個就是合力 所以既然合力是向右手邊 加速度都會向右手邊 謝謝呢 謝謝 谢谢大家